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细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前面咱们讲过了函数 对不对 一些其他的跟模板引擎的语法有关的 这节课咱们学习一下如何便利数组 便利数组在Smart里边给我们提供的有几种方案 比如说这里面有这块 Section 这是便利数组的一个 还有FullH他们两个都可以便利 在Smart2的时候推荐使用Section 在Smart3的时候推荐使用FullH 为什么Smart3使用FullH呢 因为FullH的语法格结构跟咱P2P的是几乎是一样的 在Smart3中几乎是一样的 但是Smart2中它有它自己的用法 就是函数的用法 函数没有属性值的形式 对吧 而Smart3如果跟P2P用法一样 就怎么跌付了函数的那种用法 对吧 但是跟P2P很相近 所以既然跟P2P也相近 在Smart3里边推荐使用FullH Smart2推荐使用Section 对吧 既然他说了Smart3FullH 针对Smart2相比的话 改动是非常的大的 所以咱们有的时候 你做的项目是一些老的项目 它还用在什么Smart2做的对不对 所以咱们需要Smart2Smart3语法都了解 所以咱们这节课先学习一下Smart2中的FullH如何去写 然后Smart3完全支持Smart2它是线下兼容的 所以你现在虽然用的是Smart3FullH 但是Smart2那种语法你还可以用 对吧 不都能说百分之百用 但是百分之八九十你都是可以使用的 是没问题的 所以咱们先不看这首课 这是Smart3的首课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有个Smart2的中文首课 把它打开 然后我们这会打开 你看模板设计片 然后内建函手 你看Smart2给我们提供内建函手 是不是有限的一些 对不对 其中是不是就有一个FullH 看到了吗 我们看一下它怎么去使用 来我们还是在我们程序里边 首先它既然是便利数组的对不对 我们需要在P端先给什么 给我们模板分配一个数据 或者是在模板里生文数据都可以 对不对 它传统做法都是一些数据 都是一些动态的数据 在数据库取出来的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 Smart3里边ASI进分配一个AR数据 那数据呢 AR 可以是关联数据 也可以是所有数据 我们先生命一个关联数据 对不对 比如说操作系统Linux Web服务器 对 比如说我们什么样 Apa期 然后数据库 我们声明 MySicle 然后语言 我们声明是P 这样的一个数据 是不是就扔给了谁 扔给了模板对不对 那模板里边我们看一下 如何去便利 使用过一种 那它的结构都说了 是什么结构 是不是函数的结构 对不对 我们把原来的一个去掉 看一下 数据我们先试下 一个一个打印可合 可以对不对 那咱一个一个打印是可以的 使用这个 Dollar for AR 里边 比如说 操作系统 咱们比如说OS 对吧 访问一个就能代表 这些都可以访问 Locos 您带这屏底看一下 第一次访问 什么比较慢呢 看 Linix是不是就输出来了 这是我们单独访问 那如果我去便利它的话 我们怎么做呢 你看 如果用forH 它是函数的用法 它有代表 而且是块函数 有开始就要结束 写个forH 是不是有开始就要结束 对不对 那既然函数的用法 这里边就是属性值的形式 属性值的形式 可以给它起个名字 名字 既然是起名字 那为了区分有其他的forH 对不对 所以名都是自己定义的 如果你就有一个forH的话 当然你起名字也会更好 那多个的话 那就必须起母子 这样能区分是哪个forH 对不对 像有两个人带着站着 那你就得区分 比如说妹子 对吧 高老师 那么两个人是用名字来区分的 嗯 那这份名字 它随便起一个形象 它叫做万 对吧 你看 是不是函数的形式 smart这种的函数的形式 然后属性的格式 对吧 然后咱们原来forH 是不是可以指定值啊 对不对 那用什么呢 咱还得指定便利哪个数组啊 然后呢 指定这个数组分给哪个变量呢 是不是这样的结构 你看 它这里边有什么 有这么几个数字 from 就是什么 带循环的数字名称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需要使用from 等于 我们那个数字 倒是毁啊 是不是要便利这个数字啊 对不对 你看 还是属性和值的形式 对不对 跟随性没关系 便利数字值给谁 那我们看这里边 还有什么去加的值的 有没有一个itm 当前处理元素的变量名称 也就是我这话用itm等于一个变量 比如说这话 VR 这话是一个字符串的 这样的话 数组中的每一个元素在循环的时候分别附给了一个变量 这是起个变量名而已 对吧 然后我们在这里边循环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输出VRUE这个变量 咱看一下可不可以 好吧 能理解吧 它最终转换的 编译完之后转成的那个pht文件 它就是把它转成和位称 那我们看一下 小心一下 是不是 这也就出来了 对不对 那如果我想获取下标 那我也可以起个下标的变量 跟水平没有关系 k等于 比如说k 我就起个k变量 然后我们看一下 我想起个下标 到了k 现在是不是下标和值都有了呢 你看 是不是下标和值都出来了 对不对 对吧 跟我们传统的4H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它这个功能 现在就跟我们传统的4H功能 是几乎是一样的 对不对 但是它比我们传统4H功能还要强大 强大在哪呢 我们再看一下 咱们这里边如果数组为空 咱P2P里边没有 4H1RSE否则 这里边有 这里边我们可以输出一个什么 数组为空 或数组 怎么呢 不存在 如果数组是存在的 是不止有否则这块的 对 那我们看一下 收信一下 是没有啊 那如果我变成这个数组不存在 那这样好提示我这个 比如说R2E 对不对 然后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 数组不存在或为空 对不对 咱在上面会有一个注意的 对不对 当然我们这注意是给它屏蔽掉的 对不对 数组为空或者不存在 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所以知不知道4H1RSE是干嘛的 真的 这没有问题吧 嗯 那就多了一个这个功能吗 比我们P2P 还没有 咱们在看手册的时候 你会发现 上边有这么多属性了 我们都可以用 这些属性是干嘛的 看好了 这些属性是干嘛的 对 看这 首先呢 这些属性 这个是代表它的所以号的 这个呢 是循环第一个元素的时候 它是真 循环到最后一元素的时候 它是真 这个呢 如果数组这个元素为空的时候 它反正真或者假 变量 是否显示的 这个呢 是数组的各种 这个可以不写在方位式里面 那这些属性怎么用呢 我直接在这边 用这个 比如说 index的 这么用就可以吗 不行 怎么办呢 看好了 这些属性怎么用 还记得当学过保留变量吧 嗯 对吧 既然我们数组已经给它 我们这个forge 已经给它起个名字 就忘了 对不对 那所有跟这个循环有关的 都存在一个保留变量里边 比如变量里边 保留变量 有没有一个 这smart二手的smart三一样啊 有没有一个这里边 看一下 smart for each的 有吧 对吧 所以呢 所有的都保存在这里边 比如说我想知道 循环的总数 对不对 可以写在数组外边 这个总数 smart 点 for each 对不对 for each中的 它有size中的 对不对 那如果页面中有十几个 循环数组 for each对不对 是不是用名字区分呢 哪个for each 点 one 是不是就找到这个循环了 对不对 找到这个循环了 那这些属性 刚才看到的这些属性 是不是都跟这个循环有关呢 那么再点下去 就可以找到这些 比如说我想知道总数 对吧 点 totl 看到了吗 用保留变量这个形式 来给我们完成 那我们看总数 是不是四个呢 转型家 是不是有四个 可以写在数据外边 可以写在数据里面 那么其他的咱们可以试一下 比如说 这里边 咱们有的像 itr atln 这个所影数 你看 我们可以这样 在这块 我再加上一个 循环数据的个数 什么呢 double smarty itr atln 对吧 当然前面得先什么 for h.1 对吧 我们这个就看看 后边再来个点 这里边能不能把这个 所以数拿出来 1234 是不是从一开始的 不是从零开始的 对不对 就是从一开始的 那么我们假如说 如果是第一次循环 你看 这块是不是可以这么判断呢 如果 对不对 结束 你看 如果是第一次循环的话 鞋盖 怎么判断是第一次循环 smarty. 怎么 for h.1. forst 如果是第一次循环 我输出 这是第一次 怎么 好 然后当然你可以把第一次特殊化 对不对 如果是最后一次循环 我们这话 last last 这是 对 这可以写在上边 都可以 因为它只有最后一次循环 这是最后一次 对吧 不一定说 可以写在下边 因为只有是第一次循环 的时候才会认 所以想要速度 输出数据的时候 第一次特殊化可以做 最后一次特殊化 是不是也可以做 对吧 这就是我们 smarty.2的forage 我现在用的是smarty.3的版本 是不是可以用到这个技术 对吧 这样的话 大家可以做对比 因为咱们 section 在smarty.2里 section 比forage 更好 但是smarty.3的时候 forage 写 怎么 又超过了section 所以smarty.2推荐的是 使用section smarty.3使用的是forage 所以讲的smarty.2的forage 只是要你了解一下 将来你看到别人项目有这么用的 你知道这样的语法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我们这节课就这样到这里 好 再见 拜拜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员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 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